大家好我是Joe 你是不是跟我一樣喜歡到 港式飲茶裡面點 草河粉 今天我們就要來介紹這道 美味港式料理 甘草河粉也就是我們俗稱的板條 準備的材料有 酒黃一包 豆芽菜10元 牛肉絲半斤 你也可以用牛肉片 我本來用牛肉片就拿錯了 紅蘿蔔半條 洋蔥半個 忘了放進來哈哈 當然還有精緻板條 這是主角 一包 副週一 我們要豆芽菜去頭去尾 當然我後來覺得它葉子也蠻有營養的 所以我後來覺得也把它保留下來 我們現在要洗一服嘛 所以 可以吃的我們當然就把它留下來喔 好啦我們豆芽菜全部都去完了 你可以看得到我後面後來我都把葉子留下來 因為我覺得它也蠻營養的 為什麼要去掉呢 不週二 我們要調腌牛肉的醬汁 醬油兩大梯 白胡椒粉少許 五香粉少許 香油少許 加入牛肉拌均勻 腌半個小時 讓它入味 步驟三 紅蘿蔔切絲 大約半條就夠了 先切平然後再切絲 放在盤子裡面備用 再來洋蔥切半顆 然後把它切絲 也是一樣放在盤子裡面等著備用 步驟五喔 切成段備用 放在盤子裡面 等到全部切好都放在裡面 這樣子我們要用的時候就整盤倒進去就可以在那邊拌炒 非常方便 再來 步驟六 河粉切成大約一公分的條狀 把它全部切完 先用手將全部的河粉一條一條分開來備用 像這樣子把它剝開來 這樣我們要炒的時候呢 它就比較容易入味 就不用擔心它有的黏在一起 沒有散開來 好啦 我們全部都把它剝好了 你看大概每個寬度這個一公分 這樣子我們拿到旁邊 給它備用 步驟七 熱油鍋 肉絲加入太白粉一大梯 油熱了之後呢 我們就將 肉絲倒進去 炒到肉變白色就可以起鍋囉 熱油鍋炒牛肉絲的時候 火不要太大 要小一點 這樣子 用小火炒肉才會嫩 再來呢 步驟八 起油鍋 爆香洋蔥變軟 步驟九 倒入紅蘿蔔絲 一起來爆炒 因為紅蘿蔔絲比較不容易熟 所以我們要早一點放進去炒 才不會到時候吃起來 紅蘿蔔沒有軟硬硬的不好吃 步驟十 步驟十 倒入切條的和粉 繼續拌炒 和粉要入味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我們就繼續的這樣的拌炒 在拌炒的過程中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來調味 步驟十一開始調味 醬油三大梯和少許的鹽 步驟十二 步驟十二 持續拌炒 加入豆芽菜 繼續的翻炒 如果覺得味道不夠的話 可以再加一大梯的醬油 讓它上色一點 顏色會看得起來更好看 而且比較均勻 鹹度也比較剛好 步驟十三 加入九黃 持續拌炒 這道菜叫做乾炒和粉 所以整個裡面我們都沒有加水 但是最主要就是要持續不斷地翻炒 跟炒米粉很像 再來呢 步驟十四 再調味 加入少許的干貝味精 這樣讓味道吃起來比較不會那麼的實鹹 所以可加也可不加 依個人的喜好來調整 我們要持續不斷的攪拌 直到九黃變軟了 這時候我們用大鏟子來炒比較快 結果因為炒得太順了 牛肉已經丟下去炒了 忘了給各位看一下 所以不做時候加入牛肉絲 沒有拍到道路的鏡頭 很抱歉 自己想一下 我們要持續地攪拌 直到牛肉絲跟和粉的味道融合時 那個味道融合 這樣子吃起來 才不會牛肉怎麼沒有那個味道 這時候我們的秘密武器出現了 就是我們的紅蔥酥 這個只要加上這一湯匙呢 這個整個味道也會變得非常的香 加入紅蔥酥兩大梯 我們持續地拌炒 我也是因為剛剛炒得太順了 忘了加入的動作 所以剛剛補拍了一下 我們要炒到味道全部融合 那你就嘗一嘗是不是夠了 就可以熄火了 各位朋友有沒有聞到和粉的香味呢 香噴噴的和粉上桌囉 我要來開動囉 大家一起來品嘗吧 又到了我們的美味試吃時間囉 好不好吃啊 好吃 好吃比個讚來 讚 這個和粉跟港式 港式飲茶的和粉像不像啊 不像 像啊 很好吃啊 又Q 然後又香 對不對 如果你覺得這個影片好看 歡迎訂閱和分享影片喔 今天影片介紹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囉